大家好 我是仲仲 歡迎收聽今天的 偷偷來嘴 嘿嘿 大家好 那個先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那個 94年之後 那個當兵又改成一年了 恭喜94年之後出生的大家 我不是4年之後 又可以再問一次 因為我也是什麼 我想說你剛剛提了4年之後 這個時間點 94年94年 94年之後 94年之後出生的人 又要服一年的EU兵役 真的是非常恭喜你們 我對這件事呢 不抱樂觀也不抱悲觀 畢竟我退了 我才不管你們要當多久 但是我說真的 就是我遇到這個要當4個月 然後變成要當一年的 我不管怎麼樣 我絕對不會再把票投給 那個改回來的政府 不是啊 你自己原本有機會可以選擇當替代義青年 對 我那時候可能還會覺得說 我如果在當之前 我可能還會在那邊 改回來一年剛好而已 然後繼續第一天就說 幹我以後再也不把票投給這個政府 這樣子 這是你自己選的 欸沒有欸 替代義有可能選到很賽的好不好 再怎樣你也不會他媽整天 不會阿嘴我想跳海 自製我想跳海我想自殺 勇士可以來載我嗎 真的 應該替代義 至少你還可以可能待在公務機關 每天看著那個阿姨阿伯阿 那邊拿著錢不幹事情 賣個錢啊 灌網拍之類的 真的真的 你看啊 你還在那邊 市長官是 想回去成功領是不是 報告沒有 你整天在那邊抱怨 也不想想是誰害自己的 最一開始就是你自己啦 還在那邊 什麼替代義 垃圾才去當替代義 順其怎麼替代義 第一天 第一天就覺得幹我好想當垃圾 我是垃圾 我願意當垃圾 我是垃圾 拜託讓我去當替代義 在這裡一樣啊 告誡那些有為的94厚的年輕人們 你們有機會當替代義 就盡量去 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也不是跟 也不是叫你們不要去當兵 只是給你們一點小資訊 就是說 例如說得性病啊 或是說你食指 食指斷了一截 不用整隻斷掉 斷一截就好 你就可以不用當兵了 為什麼食指斷一截可以不用當兵 因為你不能扣板機 這些小資訊跟 沒有要叫大家說什麼去得性病 還是說自己把食指 因為你如果把食指剁掉的時間 跟你要去當兵的時間 距離太近的話 你是因為 那時候你減重或增重 可能來不及 你如果是離太近的時間 你把手指都剁掉的話 你會被判說妨礙兵役 你就變成進去官了 你知道自己你要當兵 你就先想一下 你就可能前幾年的時候 你就先安排好了 看你需不需要那一截食指 對 就 因為你看像紅七公他沒有食指 可是他還是會降龍十八掌 這個比喻好像不是很好 反正你看他還是一個武功高強的人 對啦 盡量選擇有利於自己的方式 過更好的生活 你如果是覺得說以後 那個 你的小偷沒有那麼有用的話 去得一個性病 也是一個 也是一條路啦 這裡我不講話 我可不想搭槍在這裡 斷個十足 我還可以搭一下槍 得性病這個 得性病好有一點 我才不會上當 那接下來就是 我覺得 整支阿根廷隊 好像在得士族冠軍之後 整個有點飄了你知道嗎 忘了自己是誰啦 就是因為例如說 像那個門將 門將 Martinez吧 就是他就是已經飄到過頭 現在連那個 他原本在英超的教練都說 會找他約談 甚至有謠言傳出說 要把他賣掉 就是因為他太飄了 過太爽 對 就是 跟我們球隊好像 就是不打琴 不打懶 專打不長眼 的確是不太長眼 可是其實 我覺得士族賽也算是 四年一度就是那種 關注度最高的國際賽事 所以在這個時候如果表現好的 球員的話 都有機會得到說 很好的待遇 因為例如說像那個 談判籌碼吧 對對對 就是你的身價會水漲船高 如果你表現好的話 像是某些表現不好 在手人就不見了 那個聽說 本來要拿天價合約 沒有合約了 抱歉 就是你可能 例如說像那個 克羅埃西亞的門將 就是因為他神勇的表現 就是聽說會拿到蠻好的合約 雖然說 最後一場的表現有點讓他lucky 但是應該還是可以換到 一支不錯的合約 我記得不是有很多那個 就是傳言身價不錯的人 在被梅西戲耍之後 都身價都掉了一半嗎 你就對位的時候 你小心一點 對就 對到梅西 趕快去找一個人 你直接跑掉掉更多 那梅西本人自己也是 我覺得好像也是有點飄了 他那個叫北拔 竟然想要在那個PSG的比賽 展示一下自己拿到的世界盃 但是大家也知道 PSG是什麼的縮寫 巴黎勝日爾曼 就是你要在你打敗的那一國 的職業球隊的主場 秀出你剛打敗他們的象徵 大家有看過在NBA場邊 那個光頭的觀眾插腰那一張嗎 對 如果他這樣幹了這件事 那可能全場都是這樣看著他 光頭插腰 就幹這個你到底在幹三小 沒有啊 那個他的隊友自己就會先變成那一張圖 至少NEMA跟Mbappé都一定是這樣看他 NEMA沒資格好嗎 他就是尾牙在下面罰站的 他沒有資格在那邊插腰 他已經上市了插腰的資格了 他現在就是他們兩個的提携小弟 Mbappé還是Mbappé要洗衣服的時候 就是他去收 他不要在那邊插腰 他沒有資格 靠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新聞 Mbappé應該會直接在旁邊 你再繼續啊 這個新聞還是蠻靠肥的 因為畢竟我們也知道 就是Mbappé這輩子最大的 他的他的馬斯洛金字塔已經完成了 對啦 他已經沒有什麼需要證明 有了漂亮老婆 還有孩子 也賺的錢也有了 名聲也是那個GOAT了吧 社會地位 然後自我追求 自我追求 他的終極追求 一定就是這個世界盃啊 我覺得他跟Feller一樣 如果在他在阿根廷選總統 跟Feller在那個瑞士選總統 肯定上的 他們兩個 他們這兩個國家是總統制嗎 技術上是這樣沒錯 反正就是他們去選首長 一定會上的那種類型 但是他應該也不會追求這個東西 他就是阿根廷的耶穌啊 瑞士的上帝就是Feller 那這個 我覺得這個新聞 大家 不過也有可能是謠傳啊 因為我覺得梅西 應該是 現在回頭想想 真的會做出這麼白目的事情嗎 不一定啊 他就是當下一個念頭 我想跟大家 分享一下 分享我的快樂 但是他忘了他在巴黎 對 沒希望了他的 他的職業球隊不在阿根廷 對 小明忘記自己在網路上了這樣子 對 那這樣我們把鏡頭回到NBA 先恭喜一下 今天那個 Luca Donsich 拿了60分的台 其實我今天有在想 之前我們吹過的人 吹完之後他們 就是好的不靈快的靈 就是我們吹完 他們馬上就落賽 例如啊 我們之前講那什麼 我們大溪門 MVP熱門 講完他就吸傷兩個禮拜 Anson Lee Davis 哇 漂亮啦 75大 當今第一球員 無限期缺戰 我們現在又要講什麼 Donsich跟籃王九連勝 這個 沒有 籃王我們之前也是在噴 籃王噴一噴 你看他現在又好了 也是 在那個換期廢物走的時候 對啦 那這樣我們也算是有做好事 他們是有掌進的球隊 罵了之後會起來 現在直追賽提克 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比較在意 就是聽說哈登好像又想回火箭是嗎 對 到底是鬧哪樣 人心嘛 難免不動 難免不動 但是他扮成糖豆人 那一種 好醜 算了我不想提掉他 他就那樣了 他這輩子就這樣了 但是我們如果這時候瞎捧他的話 他 也沒什麼瞎捧他 他就只是打出他那個受傷之前有的表現而已 他也沒打出什麼史詩級的表現 他有拿60分嗎 沒有 我們現在如果捧他的話 他就會落賽了 照你的說法的話 我不在意啊 我連提都不想提到他 好吧 那我們接下來 NBA我覺得 現在戰況也開始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說聖誕節過後 戰況就會開始白熱化 然後到明星賽之後 會再更進一步計畫 這樣子 我覺得目前這樣看起來 其實誰是good team 誰是no good team 好像也開始 有些跡象出來 分野也比較明顯 雖然 今年大家可能目標 除了總冠軍之外 就是 那是斑馬了 因為有這個因素 所以有一些感覺應該要很強的球隊 他就要 今天好像有點弱啊 不然就是那種什麼本來很強的球隊啊 他們傷了個頭號球心 就 我們好像可以考慮一下B方案 你這季也不是一定要競技後賽 競技後賽也不一定會得到冠軍 那不如我們 畢竟我們的選擇 一定比胡仁多一個嘛 他們搶狀元就是幫別人搶啊 他們必須要競技後賽的嘛 那我覺得這一季這樣子看下來的話 因為像藍網現在已經振作起來了嘛 應該說打出他們應該要有的表現 就在那個 Irvin開始閉嘴之後啊 然後Duren Duren就是老扛了嘛 Duren他本來就是一直有在 他除了上網之外 都一直有在做自己 他上網就是在做他自己啊 他可是推特總統3的4個人 都是他 他很屌 4個表情的杜蘭特 我只能說他在網路上的表現 應該超出他在賽場上的表現了吧 應該說他的網路 應該說他在網路上面的表現 轉化大概3層過來 就是他現在在籃球場上 打籃球是興趣啦 當鄉民才是主頁 推特才是主頁 不然你出來講 這邊最後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再來看一下中華直棒 WBC相關 WBC我覺得 大家都會講說什麼 這一次是 台灣有被分在死亡之組 我覺得其實 棒球現在以投入的國家來看 然後你再去看那些賽事分組 其實台灣不管分在哪一組 都蠻死亡的 就是 他是一個競爭度 因為WBC他就是那個 他就是 本來就是比較有實力的國家 會參加的東西 應該說他判定的基準又那麼模糊 所以你看意大利隊 對他的那個球員資格 他的球員資格 他可以讓意大利隊一堆從來沒有 我覺得他們可能這輩子 從連意大利都沒去過 可能就是他的阿公阿嬤 因為他阿公阿嬤是意大利協同 不管怎麼樣 就是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名單提出來 跟世界杯的那個 例如說世界杯 你可能說 平常可能都住哪裡 那就算了 可是你兒 還是要看你的國籍為準 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分組 A組 台灣 荷蘭 古巴 義大利 巴拿拿馬 這就是大家說的死亡之組 來 B組有誰 日本 韓國 澳洲 中國 捷克 C組 美國 墨西哥 哥倫比亞 加拿大 英國 第一組 波多里克 委內瑞拉 多明尼加 以色列 尼加拉瓜 你覺得這組沒有比A組強嗎 美國二隊也在這裡 你在想什麼 以色列真的是美國二軍 然後那些南美洲球隊 裡面就只有一個尼加拉瓜當飛料而已 你覺得我們台灣分在哪一組 會有比較濃厚的晉級機構 B組嗎 要跟日韓競爭 其實就是沒有 真的就是沒有 阿西組 美墨 加拿大 來啊 整天在講 我們是死亡之組 換到哪一組 今天要是他媽實力夠 就換別人說 他們是死亡之組了 整天在這邊想這些有的沒的 至少我可以確定我們的拉拉隊 絕對是 我們的拉拉隊 絕對是讓別人忘成莫及的 我們的拉拉隊 誰跟我們排到 就是死亡之組 直接讓他們球員 每個都盯著我們拉拉隊 跟德寶拉一樣 我們最強的 我們最強的球員 在看台上 每個人都像德寶拉一樣 看著林鄉 看著群群 看著短筋 看一看就 手腳發軟 對啊 看一看 我都忘了怎麼跑臉 跑到三壘就停下來看 站在那邊看 那這一次的話 我覺得WBC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說 沒有競爭力的關係 是因為說 沒有現役的大聯盟球星 我們現在大聯盟球星有誰 對啊 球星我們現在 大家大聯盟都有誰 卡仔嗎 其實之前也 之前的情況像 就算是2013年 那個時候 有王哥哥 大樹哥哥 可是那時候王哥哥 他也是在 處在一個 他在找合約的狀況 他也是要失身價 對 代價而估的情況下 他才來投這個比賽 那我覺得其實 以每一屆來講的話 我覺得 台灣的 國家隊的處境 大概就是這樣 都差不多 你要說有比10年前 或是12年前 或是那時候曹總代的經典賽 那一次 你又要說實力會比他們弱嗎 也不一定 而且比較重要就是說 你看像日本 雖然這一次也是 大量招募海外球員 可是其實他們如果做得到的話 全日子他們其實也OK 他們其實要出全日子 也不是不行 所以他們在 左總目朗西 對啊 所以他們在找 那個叫什麼 他們在找那種 因為有一些國家 他覺得是都會找那種 血緣拉很遠 就是 他剛好有血緣關係那種 其實日本一定也有 那也很多 很多位那種 有日系血統的球員 而且在大聯盟 他們一定也可以招募 但是他們 你覺得他們看起來 有很想招募的樣子嗎 其實也還好 對啊 你甚至來了 我知道你是大聯盟的 可是我寧願用我日子 對啊 我們栗山監督 又不認識你 你還想打 你看像栗山監督 就一直關心 我們有沒有用大王 真的 他才是我們大王的親爸爸 真的 我覺得他的關心 也不是說 你們用他 這樣我們利多沒有 他就是很關心 真的真的 不要大家不要那麼想那麼多 對 難道會有人整天想要吵弄王伯榮的嗎 想要嘲笑他嗎 沒有吧 對啊 我們龍龍 對啊 大王是我們心中的寶 真的 台灣第一打者 雖然在日子的成績不盡人力 對啊 就是水土不服而已 對啊 他現在是回到他的故鄉 他的故土打球 而且還是在哪裡 洲際球場 贏定了 一棒集成那支主場的球隊過 拜託 你知道那時候他打兄弟的打擊率多高嗎 很多都是在那個場地打的 大家不要看他在日子這麼落賽 我跟你講 回到宗旨的故土 兄弟的主場 他就是大王 這是不是又在創 沒有啦 這都是數據可以佐證的東西啊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宗旨本身 因為最近的話就是休賽季期間其實 就是人事異動的時期 特別劇烈 那這個時候其實釋出蠻多那種 這幾年就已經在釋出那種高足球院 其實時間也差不多到了 就是你有料沒料 你有沒有認真練球 其實看的出來 這個態度確實是蠻重要的 因為你可能就是如果真的 練球的意願很糟的話 那球隊就有可能把你釋出 可是我覺得像高足球員的話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比較合理 的養成期間 我覺得應該大概 我自己會覺得說 大概應該至少練個4年 至少讓他經歷個類似大學 大學那種練賽的東西 因為你其實是把他練到說 你練了4年 他的年紀其實相當於說 你之前找那種大專畢業的學生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4年這個期間 你才可以驗收說 這個球員他的資質到底是怎麼樣的 對啦 因為你如果說是像 一兩年就釋出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也是很稀小 可是我覺得有些是一兩年 就是其實你真的就能看出 因為一兩年的話 我覺得一兩年就丟出去的話 除非就是 真的很有問題 他的問題真的很大 對啊 因為例如說你看像 之前大家蠻常提到 那個輕功性太郎 他是高中最強打者 結果就是 輕功世代的最強打者 春上中 對 然後就是 可是輕功就是這幾年 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算是迫跌撞撞 然後到今年 到今年才終於 就是 才知道總要用他 有人叫他減肥之後 他才打得好 才知道這個人他媽就是欠罵 不罵不會打 對真的 就是原來是 罵他一句一隻全能打 罵他十句 一個禮拜好狀況 對原本以為他是福田吉兆 結果是仙道章 對啊 欠人沒 對真的要罵 然後 八條容易鬆掉 可是你看 你看他 你這樣罵他幾年下來 其實他這個時候 才等於是 差不多就是 大學 大學畢業的球員 這樣子 那我 那其實棒球 就是 棒球的球員 他全身時期比較長一點 不會像說 因為例如說 這幾天 因為這些高中球員被丟掉 或是 或是怎麼樣 我記得就有教練開始在檢討說 是不是應該要 把選秀年限 沒有 就是說射門檻 或是說 是不是說 在高中球員選秀 就是一個不好的情況 應該要改回說什麼 大學 但是我覺得這不合理 對啊 其實這個問題 NBA直接討論過 就原本是18歲 他變19歲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很瞎 因為例如說 我如果高中畢業 我去工地做工 我去搖飲料 我去做外送 你這個都你都不會管我 那為什麼我打球 你會在那邊擔心我 或我球會不會打一兩年 就 為什麼這個東西要特別提出來說 就是 職雅這種東西本來就是 我覺得一開始就是個人選擇 對啊 你要出來選 也不是他媽的球隊拿來槍斃 你說你給我去填報名表 你不填 我不選 你也不是說18歲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說 我想要那一筆簽月金 或者是覺得自己 在高中的成績夠好 值得 我就說我想挑戰 而不會覺得說我要那個 再去大學磨個四年 磨一下 對 你不用磨四年 那就是 也是有一半的出來 對 也是 不然就是說 那我再乾脆一點 我直接去找業餘隊 業餘球隊 和庫 這些 這些打打看 然後再如果說 我已經可以載至和庫 我已經可以載至這些業餘球隊 對啊 那我就直接報名選秀 其實我覺得高足 他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 選擇的路可以走 而不是說 我今天高足實力好 我就必須出來選 不是 他們選就不是這樣選的 比如說你今天成績好 你去填報名表 把他什麼都不要想 對啊 而且這個東西 我覺得蠻重要 就是說 你不要因為說 當然一定會有失敗的 但是就是所有職業 都會有這種情況 對啊 難道你今天要 因為說有人做 假設說 今天有人去做YouTube 他做不起來 難道你就要規定說 幹你YouTube沒有那個 沒有做到 一年之內做到幾萬訂閱的話 YouTube會直接 對 YouTube會直接把你的頻道砍掉 你給我回去重點 你那個按 你那個按鈕不用自己按 YouTube會自己幫你按下去 沒有啊 不要這樣吧 對啊 可是為什麼 你職棒就會在那邊講說 哦 你們 我看你們這些小孩 還是應該要去 大學在磨練 為什麼要這樣 對啊 如果是有 那這樣如果今天是真的有一個 18歲 就是 橫空出世的天才 18歲的松板 18歲的郭太元 講這個比較那個 郭太元在世 松板在世 然後大谷翔平在世 那結果他因為你們這些白癡規定 他又要他媽要去大學浪費一年 嗯 那這樣合理嗎 好像也不太合理 對啊 而且再加上 我覺得啦 中職算是一個 生態比較特殊的職棒環境 就是其實很多人 真的是18就職棒Ready啦 對 因為 而且你看像 軟營 軟營前幾天 他們就是從中南美洲簽一個 15歲 啊 還14歲 育成羊將 對 幹 結果那個15歲的 Linear 已經一百八幾公分 他就一百八幾公分 然後就是那種 你看到會說 這他媽15歲的那種 對啊 對 可是像這種的話 呃 大家可能會覺得蠻驚訝 就是說軟營 為什麼他就是深耕到說什麼這種 15歲14歲的這種球員 你在選 但是其實你如果有在看 足球的清訊的話 這一點都不奇怪啊 就是 呃 例如說你如果 你可能在一些運動 覺得很詭異 就是 因為 呃 應該說棒球這個運動 大家在割韭菜 就是在割那些成熟的那個 球員的時期 可能大概都在高中畢業 大學畢業的時候 就那些職業球團才會去 割韭菜嘛 嗯 可是足球不一樣 足球他們都是國小的時候 那些職業聚樂部 他們現在都是在國小的時候 就 就 做那種Junior的聯隊 啊 去網羅那些 有希望的小孩了 嗯 然後就是讓他們加入 他們的少年軍 青年軍這樣一路 所以就 所以像梅西就是在巴塞的 那個青年 清訓系統 一路這樣爬上來 那現在很多球員 都是這樣子 嗯 那我覺得軟營是唯一 有這種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這種先見之明 就是你看他 差不多14歲15歲 他就已經先鎖定這些 身材上很有天分的小孩 這個才叫做宇宙軟 台灣的宇宙 就是純看陣容 他們的玉城 他們的玉城 就是真的 有他一套 有系統性的 所以他才能從玉城選手裡面 挖出千鶴皇大跟賈匪拓椰 這種殺手級的球員 打不到的快速只插球 又要再講一次 他媽講了三級 要講多久 這顆球飛了三級 所以我覺得說 你現在在檢討這個高中球員的選秀政策的話 我覺得其實沒有道理 應該要檢討的是那些球隊的 有一些球隊就是比較 短視盡力嗎 或是說他養成就是比較沒有效率 我覺得應該要檢討這點才對 可是我覺得我必須要幫 這些人在噴的一支球隊講一下話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富邦的養成不怎麼樣 但好歹他們也是也養出了很多的大頭手 也是 就是應該說每一支球隊 的確啦 他們坎仁的 專場的地方 你會覺得他們很沒有耐心 但是他們還是有養出幾支好的頭手 對阿 就是你要說他們對打者的養成有問題 這倒還好 可是頭手 其實富邦的頭手是一直以來 就是他們最沒問題的一部分 你今天就要講說 你怎麼可以把這個頭手這樣砍掉 那可能老實說 我只能說啦 人家是做職業的 真的是在專業這一塊 我們去講他怎麼這樣子 他們一定是看到我們沒有看到的東西 因為他畢竟是 這是內部教練團最後的決議 那可能今天這個頭手 他在投球機制上就有修不好的問題 或是說他態度真的很有問題 而且也不是說 你要說那些沒給機會的 對 這個的確該罵 但是有些頭手就幹 他就已經那麽連二軍都殺不了了 你還要再養他嗎 你說陳虎 不是陳虎 陳虎那個還好 陳虎是今年已經有時機 又受傷而已 就是 我覺得大家 就是在批評的時候 還是要帶點 應該說你 你不要說 一看到說富邦出錯 你就急著他 就好像 覺得富邦出錯酸 他們就是顯覺 就反正先酸就對了 反正沒人會說我怎樣 可是你後來仔細去看那些人講 就是有很多沒道理的東西 就說為什麼要砍這個人 靠北 他在二軍 他防禦力八九 然後兩三年這樣子 你這個不砍要砍誰 這個不砍也很奇怪 那個就是你放60人名單以外 台綱都不會選的東西 對啊 就是要批評 然後他選看看 你敢不敢選 來選 哎呀 真的被你挖到寶 對啊 就是我覺得要批評 不是不行 他就是把 那個 把 把冠宇跟那個兩個 兩個那種防禦力八的 投手放在一起 然後夾在中間 看他們不會 哎呀 我忽略他了 就要幹 爛爛爛爛爛 可能就這樣滑滑滑過去 爛或爛 就沒想到我們台綱領隊 那些教練 眼光利的很 眼光不錯 我看你眼光是不錯 想不到 對 想不到還能找得到 我放在一堆沙利你 你也看到這顆珍珠 真是不簡單 太厲害了 台綱教練 但是我只會覺得 就是罵 我覺得富邦 雖然真的就是很多地方欠罵 但是有一些東西 還是要看一下 不過你罵校長就沒有關係 因為我不知道他做對了什麼事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 有啦 可能就是因為 沒有接體育署長跑來接領隊 這件事做對了 因為他知道體育署長做不久了 因為他知道體育署長做不久 他領隊至少可以做個兩三年 對啦 這應該是他目前唯一做對的事情 不過我還是想要看年後會不會真的有一個重磅 就是富邦某領隊跑去接台綱總教練 是領隊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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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 聽說那個顧問沒有續約 而且到了這個時候 台綱也說他們的領隊 他們的教練團也大致都組完了 最後一片拼圖 就只差頭 我來組成頭部 就只差那顆頭了 那顆頭是誰呢 雖然大家都覺得是那個人 但是我覺得真正的爆點就是 最後公布不是那個人 其實這也算是很有爆點 也是有可能 因為他的首席教練 其他都是跟他合作過的人 但是你最後找了一個 跟他完全毫不相關的人 無副臉這樣子 大地勢的時候 我就覺得已經很靠譜 路易寺 路易寺 抱歉 大地勢 你不怕龍迷來噴你 直接把我噴死 對 抱歉 如果不是那個人 然後是個什麼 無副臉 李來點 點來發 無私點 這類的人 或 李居民 李居民不會吧 他現在都在釣魚泡茶了吧 不一定 你知道 台綱就是那種 所以我就是要出一個 你們不知道意想不到的答案 不是 不是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說不準的 你看連陳瑞珍都跑去 拉米狗二軍了 他用 哪有什麼準的事情 他之前是不是在教 香港 他之前在教那個 他也是轉很多支球隊 老實說 對啊 他已經只差統一沒帶過了 是不是 說不定這集結束之後 就真的又去統一 不是 我覺得他只是很喜歡 當養成的那種教練 他應該現在是 民喪的育成 因為 我覺得他那時候在 兄弟一軍當教練的時候 就是真的是血氣方剛型的教練 就是那時候 那個時候 我覺得他可能那個時候 就是覺得 還沒有到說 領悟到教人的快感 就那時候就是一個 鐵血的人 就是會很直接 我覺得有點像是說 他那個時候心中 還沒有把他的那個 選手 還不知道教練 他可能心中還有選手 那個說 幹這些 這麼小 他媽的接這樣 我來接都比較好 可能會那時候會那樣想 可是你做幾年之後 應該就會變成說 你會有一個教練的本位 一個培育者的本位 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說 他可能就是 迷上這個感覺 我覺得他 而且我覺得他在 這個角色上 做得他還蠻好 因為 他在接學生球隊的時候 其實他教出來的球員 現在都算是蠻強的 光是你看 光束神威 陳 看貓後空翻 沒有就是 我覺得他帶出來的球員 其實我覺得職都蠻好的 對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個角色上 應該是做得蠻不錯 雖然他在某支球隊也是 跟自己的老大被冰封之後 他就 那我去香港 會有這種情況 不過還蠻期待 他下一季的表現 我們LAMIGO 這季拿來70勝 雖然沒冠軍 但是我們要開始 厚植我們二軍的戰力 好 是吧 養成吧 好 可以養成 我覺得這算是蠻不錯的 一個人是一種 就至少你們終於在對的地方 找到對的人 因為我覺得你這樣子 把時間需拉回去看 兄弟也是靠林薇住在屏東 厚植 厚生根厚植 打不好 你就給文珠屎 對 曬太陽 他也是這樣子過了好幾年之後 他才來 割這些豐盛的道具 剛才說 他收割他媽也是他自己種的 他自己去收成他自己的樣子 整天他會有收割 收割秋昌龍 收割死種 可是他這個就是 他這個真的就是俄軍 他把俄軍 有一種說法就是這樣 你一軍強盛的關鍵 其實就是要連俄軍都搶 你們也不想想 之前被爪迷噴到不行的 台康皇帝誰講出來 就是俄軍 俄軍充滿競爭力的話 一軍才會 回到 就是你隨時會有被取代的危險 你隨時會有被取代的危險的話 那你的表現 你不可能會去輕忽 而且光是講一個 王聖偉 你覺得他是沒有實力的選手嗎 他就是被江坤宇擠到沒位子了 人家就是 幹就養起來這麼強了 連王聖偉他這種 可以拿最佳進步獎 所以東山再起獎 東山再起獎等級的人 他都會思緒在球隊裡面一席之地 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這支球隊現在競爭到底有多激烈 而且我是真的認為 他們明年可能有機會3點8 如果 如果你看目前其他支球隊的樣子 我統一的狀況就很詭異 就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俄軍到底是 你要說他們養出了誰嗎 幹真的需要 代替的位子 他們好像一直找不到人代替 就是你看他 有一些位置其實 就也都是那種 大家來試試看 大家來試試看 試到說你好像可以 而且 而且如果真的 俄軍實力這麼堅強 他們也不會做一個 不得不把林靜凱丟到遊擊去 當實驗室的這種選擇 不是 統一的遊擊 一直都是受到詛咒的位置 就是除了陳庸基 他就是一個八字 我覺得不只統一 我覺得中職的遊擊就是一個 你現在講 除了兄弟有哪一對遊擊 你是真的覺得 很安心很放心的在看 其實沒有 雙果不是說要把江坤宇當成一個標準在看 但是你好歹他媽手臂不要這麼 林瑋恩 就是這樣打過去 然後大家都覺得那個 你現在是看不起我們阿拉伯人 林瑋恩 他也已經不是衛權的 俄軍總教練了 他已經又上市舞台了 對阿 因為遊擊這個位置 其實真的我覺得算是 他算是內野裡面手備要求最高的一個 所以每一支球隊 其實你只要能找到一個 能守遊 所以前幾年那個米高 米高好像是只要是遊擊手都選下來 對不對 我覺得他們那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算是某種先見之明 因為你如果遊擊是hold得住的話 那你不管是轉念二壘或是三壘 其實就是會比較 富邦也收集了一堆遊擊手 就是聖誕節時候大放送 這個今年我買了 我選了三個遊擊手 來明年統一一個 統一沒到可憐 明年那個樂天一個 兄弟一個 台剛一個 兄弟不需要 台剛一個 衛權一個 幹他們這樣送的 我拿你們以前用過的二手貨就好了 這我覺得就是 所以這就是校長不知道在幹嘛的地方 對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罵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說到底在衝他笑 可是前面那些的話 我覺得其實就還好 你只是會覺得說 我覺得就只是一個球隊正常的運作 我覺得會變成說 球隊他有時候 他總不能在釋出 他總不能在釋出的時候 然後還要講原因說 沒有 因為他態度很差 對啊 他不可能 沒有一支球隊會這樣講 所以說真的 幹他們就算真的開銀行 他媽也不會養一堆米蟲 也不是米蟲 就是幹 球隊滿邊丟六七十個人 真的會 一年一年這樣增加 你總是要丟出一些人出來 因為真的會在丟球員的時候 還把原因講出來的 大概也只有姑姑而已 可是姑姑那時候講出來 你看那個時候局面 四根講話 不是 而且是後面撥檔 撥檔就很 對啦 就是 大家就是 你看那時候陳鴻文還開記者會 就是聲類俱下說 我沒有做任何對不起別人的事情 我覺得那 我覺得那是兩邊都沒錯 就是誰叫他要去跟主頭買 買車 因為他自己長得像 就像那個有在混的 所以他可能不覺得 對方是主頭 對 我覺得就是這樣 就是他可能覺得對方 這個行跟我蠻像的 應該沒什麼吧 應該罵雞罵 跟買個車 就買完車發現 幹不對 你怎麼是黑道 你怎麼這樣是黑道 靠腰 我覺得他的狀況比較像這樣 因為說真的 他幹真的要說他有問題也沒有 他副方頭很好 他頂多就是 看起來秋了一點 他後面也很佛了 對阿 我覺得也是因為這件事情 讓他感覺到說 心態要變 應該說 我還是要多少 去了解一下那些人的背景 對 靠北 不是長的那個氣氛圍 跟自己很像的 就是沒什麼問題的人 就是 你看來不錯 這台 麻糬 下滴 你怎麼是黑道 你真的下滴 我覺得他狀況可能是這樣 至於四處的其他人 真的是有點問題 有一些是真的有點問題的 家暴的 過來出怪聲 有逃遜風暴的 還有真的爛的 抱歉 打紅就在說 你是真的是不太行 你是真的實力跟不上 你跟這些人擺在一起 抱歉 就是 應該說球隊也有點過分 但是你也有點過分 你是這些有問題的 裡面大概最沒問題 但是 你不是人品有問題 你是實力有問題 對你是實力跟不上 打紅 你的人品沒有問題 但是你做的東西真的不好吃 對啦 跟那個餃子兄弟相反 抱歉了 對啦 最近最後就是我們 快樂的台灣籃球 我覺得他們最近台灣籃球真的是很屌 我們上個禮拜才講 桃園有兩個兒子 一個有出席 那個有出席的兒子叫領航園 欸沒想到 高雄也是有兩個兒子 一個有出席 一個一個不知道在幹嘛的 有出席 那個叫做海神 現在是T1的 對T1的龍頭 那個沒出席的兒子叫什麼 鋼鐵人 鋼鐵人現在戰績是怎樣 跟雲豹一樣 一勝 雲豹只有一勝 對啊 雲豹只有一勝 我靠操 我以為他們 DWIHOWER有上的比賽都有贏 他上的第一場贏了 就是那一場 對就那一場 雲豹這麼爛 就是這麼爛 我操勒 就講了 他們後衛連運球運到前場都有問題 所以才需要他們GM付出打籃球 哇靠 這是真的有點誇張 但是我不需要講 舒逸潔 我不說他比雲豹全強 因為這是一定的 我覺得他還是屌打很多 現役T1的後衛 你知道他付出的數據是什麼嗎 17分6助攻 就挺著那個圓滾滾的肚子 緩慢的步伐 跟快跌倒的那個奔跑 斜入奔跑 就靠著那樣 17分6助攻 而且 有很多球都是他隊友拿 有手接不到他的球 所以我只能說 我必須要講 黃金世代 為什麼叫黃金世代 在他們後面 稍後面的那一些世代人 其實實力還是有跟上的 只是到現在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可能因為台灣的球隊太多了 導致你的球員數值很不整齊 競爭 競爭不起來 對 就球員數值不整齊 就是那個足球員講的 我跟這邊打球 我很難踢 跟不上我的腳步 我從舒逸潔那一場 我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那個足球員在講什麼 他一個妙傳 靠隊友不知道他在幹嘛 跑不到他腰的位置 然後球就 這個就是所謂職業選手的時間的概念 他們的時間的價值跟一般人是不一樣的 對啊 就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真正有歷練過的 跟那個實力不齊的球員到底是差距落差在哪裡 可是現在大家 大家觀眾這樣數量一起來 然後假設說他的財務狀況大家有健全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聯盟的競爭一定會越來越激烈 那我是覺得說 好的球員跟壞的球員的分野 也會越來越明顯 那觀眾一定也都看在眼裡 那我覺得說那些比較平常比較混的 可能就被汰換的速度會更快 然後接下來對年輕球員的需求一定也會更多 我覺得這是好 不管是值還是量的需求 我覺得現在是在往排毒的階段走 如果有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那就會往排毒的方向前進這樣子 之前原本我在想 這兩個聯盟可以一直持續的競爭動態 後來我看了這些球員的數字的話 就是只剩一條路了 勢必合併 我覺得如果最後合併的話 他一定也會有一波就是說 合併的過程中會汰換掉 一定有一些球隊就乾脆不玩了 對 就是有一些球隊 我覺得有一些球隊 有一些球隊一定是本來就是那種 類似說人情壓力 我來陪公子打球 或者是他們覺得養了隻球隊也花不到多少錢 就是我本來就只是掛贊助的 我今天來組一支球隊來陪你們玩玩 你們這樣子合併之後 我可能就真的 反正你們球隊也夠了 可能不需要我 我拜拜了 對 反正就存掛名 在這些球隊合併退出 然後整合的過程中 一定就是 第一競爭力的球員 就會在這一波過程中逐漸被刷掉 套一句 我們胡哥說的話 海水退了 就知道誰沒穿褲子 而且這是很明顯的 這個不像你中職說 什麼養成幾年打不出來沒有 他們是已經 就是還沒有ready 人就已經在上面打了 就是這現在這樣子就蠻明顯的 真的是要感謝台南 最近這時間 出的新聞也真的是爆幹多的 對啊 那不過我覺得這真的是良性的 我覺得大家不要去想什麼 說什麼台灣發展籃球就沒有用 還是說什麼沒有前途 我覺得你不要這樣想 就是 他只要是一個可以賺錢的運動 那投入運動產業的人變多 他連帶就會帶起其他運動的發展 我覺得這種事情就是一步一腳印 你也不要失望說什麼 我們台灣現在有職業球隊 那我們可能在 這幾年就要馬上打進亞洲列強 沒有你不要這樣想 你自己要想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要拉很長遠的時間來 看看不是說你 可能甚至十年之內 你都沒有在亞洲有競爭力 我覺得你要想一個例子 例如說印度電影 印度電影他 你嚴格嚴格來講的話 他可能他拍出來的東西只有很少數的片 是有國際知名度 但是印度電影他可以自己撐起一個國內的市場 對 他的目的他也不會在那邊想說什麼 我要跟國際怎麼樣 我要去爭什麼奧斯克 他不會這樣想 他會覺得說 我拍我的電影給印度人看 至少他們很明白自己的定位 對 像台灣的籃球 台灣的棒球的話 他只要是可以健全商業化到可以養活這個聯盟 他繼續做 為何不可 他就是用 你可以說他的賣點在拉拉隊 在那些偶爾找來的海外球員 或者是 對 可能比較一些附屬的東西 那些附屬的東西 你可能會覺得變主要的人 你可能會靠北說什麼 這樣的話 他們怎麼國際 國際競爭力這個東西 本來就不是必要的 說難聽一點 就是 你為什麼要強求說 他一定是要打贏 說什麼其他國家 他才有贏 或者說 你之前本來就沒什麼在打贏 你總會突然覺得說 我有職業聯賽 或者是我的球隊數變多 你有職業聯賽 或者是我的觀眾數變多 我職業人就要突然打得贏 以前那些可能打不贏的東西 你只是有機會踏上打贏的一步而已 我們只是先把這個東西更健全 讓更多人看見可以 看見不代表你實力有明顯的進步 這個東西不是很明顯 就是說 我去年可能打個第八名 我今年就馬上變第一名 這種明顯的進步 我是覺得你們在說什麼 國際競爭力之前 你就先想一下NBA 是在西元幾年的時候創立的 然後你再想一下說 你才剛創立一兩年 就想要有機會打贏別人 是不是覺得太看得起自己了呢 而且說真的 台灣的籃球也不是沒有進步過 黃金四代那時候已經算自己創立 而且我真的覺得 我必須講 那時候就是因為他媽的那些籃球大佬 我就不知道腦袋在想什麼 那時候打贏中國一定是最高峰的時候 到那之後 完全不知道台灣籃球在幹嘛 可是我覺得中間的過程你會覺得說 那是一個很好發展 就是更進一步的事情 很好吹起來的時候 可是沒有作為 那這件事情你要怪到籃球的實力嗎 我覺得也不是吧 那時候已經算 那時候的實力可以算是亞洲列強 但是那時候就是沒有下一個 其實這個東西真的就是 你說商業 就是真的 我自己一再的堅持 就是商業炒作這個東西 例如說今天如果郭台銘 他如果心血來炒 他說他想要投入那個 台灣的足球聯盟 然後他在搞幾個 像黑人老大那種會行銷的 你再挖幾個那種 歐洲已經就是 我跟你講他這時候要挖誰 就是要挖那種 以前那種 大家前幾年在看球 還記得那些人 羅馬王子脫體 可是不能找太強的 沒有 那些都是已經差不多四十幾歲 五十幾歲那一種 就是只要他身體還可以踢球 可以來短期觀光一下 他身體還可以踢球 就是來開秀一下 羅拉迪牛 就花個錢 請他們來陪公子踢球 搞個字 沒有吧 是我們的人陪他們這些公子踢球 他們是來這邊辦歐比賽 你以為你們是公子 沒有那些才是公子 我姓史名叫公子 那史公子 對 那 真的是要搞起來的話 我覺得就是都還是靠商業炒作 你炒作之後 你不是要讓人家關注你們 有沒有吸引到人 才是走下一步的關鍵 對啊 那你在那邊覺得說什麼 靠 靠什麼政府的力量還是什麼的話 我覺得 上一集講了 就是前一集其實也提了蠻多的 其實左杯也已經跟大家講了 就你想要靠 什麼協會什麼政府弄起來 那我覺得你有得等 對啦 還是要先從自己進去 因為說的難聽一點 說的難聽一點 其他國家的主寫 其實也都沒有好到哪裡去 但是他們就是 民眾自己喜歡 這個東西 嗯 就是我路 就是像 RO 前幾年的電競好了 政府其實也沒做什麼屁事 但是因為大家 電競一直都沒在做什麼事 小孩大家都喜歡玩 所以RO不用去擔心他的人口 對啊 對 前幾年的話就是這樣 就是 你如果這個東西是真的很有趣的話 人大 人自然會 就是他有商機他有怎麼樣的話 人自然會湧進來 錢自然會灌進去 RO在紅的時候 菲克還沒被西門單殺過呢 是吧 好像不能這樣笑 我在最一開始那時候 可是 S2 世界冠軍那個時候 他那個時候 其實就是大家自然會 一窩蜂的跟上 所以你要嘛就是說 要嘛就是說 你台灣剛好有一個那種 英雄人物 像孫心明這樣子 在國外 國外賽場證明自己 要嘛你就是 台灣一定有啦 王建民啊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啊 就王建民這種感覺 嗯 然後或是你就是 今天就是來一個 呃 像黑人老大這種 有強大行銷眼光的人 願意砸錢 願意他找的到錢 願意有資源 因為他拉的到資源 然後砸下來做 炒熱這件氣氛 炒的像祭典一樣 因為大家就喜歡 一窩蜂的感覺吧 唉 我現在想到黑人 我真的覺得他 他真的完全不用去思考 怎麼就跟D1競爭 看雲豹自己那個 一波手法 我真的把 又把自己高垮了 我真的是看不懂 就是看 他們說那個魔獸 要以主場出賽為主 啊 他們下一場主場 什麼時候 三月 啊 下一幾月 十二月 我是相信啦 可能中間那些客場 還是會讓他就是 假設有二連杖 可能會讓他上個一場 就是一樣 一樣要出來打個比賽 可以理解 而且 唉這就又輪迴到我稍找他來 還沒來之前講了 就算他呆滿整季 你覺得他會每一場都出賽嗎 看到沒有 沒有 哦 對 真的 大家他媽對他想像都太好了 我一開始就已經講過了 你不要 你不要抱著他會全情那好心態 來看他打球 沒有 他是NBA等級的人 他的身家就是在那裡 你要像血汗老公一樣操他 把他榨乾 不可能的 不會在籃球場上榨乾他 而是在場外 你會在其他地方把他榨乾 例如 跨年 對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桃園 需要找一個 他一定是來倒數的 5 4 3 2 Happy New Year What the like What the fuck 就他一定是 他就是來講這種事 講到跨年 因為 你看像那個 那個新北國王 新北國王也找了一個大咖 而且是我們連想都沒想過的 我連看都沒看過 香氣 劉思慕 還是劉牧師 劉思慕 劉思慕 聽說今天已經有人在永康街遇到他了 我看那張照片 幹他是好像台灣人 就幹你 他跟他合照 蛤 只是跟路人合照 有什麼好po的 哦 原來是喪氣 沒辦法 代表他的實環沒掛出來 但是我覺得能找到這種 大咖來跨年也是蠻厲害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那個 找到跨年的那支球隊 就他們對戰組合員蠻有趣的 他的對戰球隊是鋼鐵人 所以他的海報就是 他拿著籃球對上鋼鐵人 那鋼鐵人很明顯的就是 他有那個手 手上有那個光圈在 他們也不敢用整體的來 怕被告 想要被告到連屁毛都掉了 很明顯那個就是怕被告 所以才弄了一隻手 有那個機器的東西在 就是你很明顯知道那是鋼鐵人 但是他沒告訴你 不敢吃太多豆腐 他的鋼鐵人是球隊 是高雄鋼鐵人 是高雄那隻沒出席的兒子 好啦 這也是今年的最後一集了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明年一年也請繼續多多指教 那其實要進入到 留言的環節 來 第一次留言 非常的不客氣 他給我們的主題叫做 連不會踢球的警察都能是專業 內容是台灣足球界有多可悲 在這裡我必須要講 除非你是有在 平凡的踢球 或者是一直有踢球習慣 或者是你是業餘職業 業餘或者職業球員 或者是那些球隊的學生 不然我覺得你說 連不會踢球的警察 這裡不是資格論 我的意思是說 這位前警員 然後現役的資深足球球評 他是有踢球習慣的人 而且他是個球評 不是那種隨便找個退休球員 來當的球評 而且是生根很久的球評 所以你在講這句話的同時 我很好奇你的身分是什麼 我覺得這種事情本來就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足球史上算最知名的教練之一 叫做穆里尼奧 他其實早年在自己在踢球的時候 也是踢的很爛 他就是從來沒辦法踢到那種頂尖聯賽的球員 可是他在當教練之後 就變成說 史上最 講史上最偉大 好像一定會有人來靠背我 就是史上最知名的教練之一 那這個東西就是 像我們之前就討論過了 你很容易 你很會打球 你又不一定很會那個 教球員 帶球隊 帶球隊 那你對這個職業運動的了解 你對一個職業運動的了解 並不會因為你的身分是什麼 你只要下苦工研究 你花的時間比別人多 你的了解比別人透徹的話 那你不會因為你的身分 你的職業是什麼 呃怎麼樣啊 那今天 講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好 曾文成曾工 他有帶過球隊嗎 也是沒有 對啊 他一樣是台灣首區一直放球球品 你如果要拿這個去嗆賭他 你覺得你有 你有比他更好多東西拿出來講嗎 蔡明理也沒打過職業球隊吧 希望他下一集來 對啊 哈哈哈哈 對啊 那我覺得說你說一個警察當球品 他是警察的同時 他也在鑽研足球的知識 而且他對 難道中子通沒去當AV演員 他都不能講AV了嗎 我覺得很多人會這樣靠北我 你在乎他 對啊 我就覺得說這是你這什麼白癡 這什麼 這什麼下雞巴那個 那現在是不是每個影評都必須得 也必須倒過一兩部電影 才有這個資格來評論電影 對啊 我覺得就是 你要批評不是不給你批評 只是你講的東西要有一點邏輯存在 好不好 你這個就是光為了噴而噴 嫌警察對足球多了解 你看台灣男足球就這麼可悲 我不懂你要表達什麼意思 確實 不理你了 來下一則 左杯這集真的太好聽了 這位先生是阿浦 謝謝 是我最愛的一集 雖然沒有資質 但是滿滿的專業跟有趣點 對於大部分四年一次足球迷的疑問 一致解決 希望多多請左杯來聊體育 我不得不說啦 其實請這種有主播就有上轉播來經濟人 我們的負擔是少很多 就是他們能夠侃侃而談 而且東西都算是有內容 沒錯 當然我們也希望 另外一位主播有機會能來 畢竟我們是有檔期的 那個壓力在的 再來就這樣 好那今年的最後一集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明年見